好 真的是很难想象 就是说两边因为制度的不同 所以产生的价值跟观念差异这么大 这么现实 黄医师刚刚要再补充 因为我有反思是因为只要我一上 娃娃这个节目下面一定有留言 只要是讨论到婚姻 讨论到前夫 因为前夫比我们家有钱 那所以下面一定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留言 是说你当初就是看人家有钱 所以要嫁 然后所以你现在这个苦果 你就要自己承受 可是我其实我看到这个 你都把留言看完 我都会看 那么多时间 还会回他 没有啊 时间是自己 自己分配的不是吗 我就是做事有效率安装 可是这个 这样子的 那真的对你的留言多吗 有一些啦 有一些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反思 就是说因为我自认 当初就不是看到他们家有钱的 要知道是追我的人 都蛮多有钱的 不是只有这一位 那现在问题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是 我后来就想说有时候 我就跟我的同学讨论 他就说佑嘉 你真的不是贪财 所以要去嫁这个前夫 他说你当初真的是太天真 也不是看他帅 就是太天真 因为对方 即使要结婚 因为因为就是太天真 然后我们的教育 就是一直读书 没有出来社会打滚 没有像前一这样打滚 我如果像前一这样打滚 我今天没有这个 这些问题 前一现在是滚到 都不会受伤 还跟他滚回来 所以我们台湾社会 其实也不像中国女性那样子 我们台湾社会的女生 可能相对跟她们以前比起来 我们的经济更好 更被保护 所以我们可能很大的时间 是在读书 然后是在那种温暖的语意之下 那结果的话 我们看我们是被什么喂养 我们是被穷瑶小说喂养 你就算不看乔王小说 你也是去看言情小说 台湾女生很流行看那些霸总 总裁的言情小说 可是这些小说的粉红泡泡 喂养你是什么呢 你突然觉得那些高富帅的 好像都是个性好 品性好 因为他们的小说里面 只要有钱有恃高富帅的 就是品性好 你会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人 如果一个有钱的 跟一个没有钱的人站出来 你几乎不会去怀疑 那个有钱的人 有可能是品性不好的 你会觉得没钱的人比较好像会 会去偷盗还是怎样 这个是一种社会的偏见 然后我们我们没有体察 所以当我真的遇到一个 就是说我以为他条件好的时候 我会自动的连结说 他品性好 那是真的做好事的都是吐狗 背 鸡鸣狗到脚背 那你真的就是要去结婚之后 你要受到一些挑战 然后另外来讲 就是我们台湾的社会 就是我觉得也很吊诡的是 对啊 你看其实你应该要促进他去努力 就是去工作或者是去努力赚钱 买房子买车的 可是这些男生 我们我们的社会比较特别 我们不敢大声要求 可是我们很敢要求女生 我们会说女生 你现在不是受教育 你怎么不工作 你怎么不多赚钱 你赚的钱 为什么没有拿出来 帮男生买车买房 所以我们女生受到了双重的压力 就是第一个粉红泡泡 第二个怎么搞的 我好像应该表现独立自主 还要被AA制 可是事实上我就会觉得 如果是有钱 有能力的女生 就是有受教 有钱 有能力的女生 怎么会不抛弃那些没有能力的男生 可是这种话呢 讲出来一定会被骂差 就是马上下面会留言 黃醫师自从离婚以后 都是厌女的 厌男的发表的言论 可是不是 我觉得无关厌男厌女 就是你要生存你就要去适应 那那些言论影响你心情吗 没有 但是会让我思考 就说你们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言论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背景 是这样长大的 然后我一直 你已经解释那么多次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听进去 对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会希望别人付出的人 永远不会想到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他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宏伟 是 同样这个女生写了这个这样的信给你 你要怎么回 其实我刚好角色 刚好颠倒 我通常都是写分手信 写漏漏等 干嘛自决坟墓 我老实说 顺你写信 我写 要分手的信 漏漏等 那我后来我发现 就是有时候夜南人静 我发现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的忍耐的那空间弹性非常的大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夜南人静的时候 会思考说我对他付出成这样子 那为什么得到回报或是情感 却是一直被糟蹋或是受伤这样 那所以我常常就会写的 可能我搞不好不写三百 都会可能写五六百个字以上 然后而且会一直在检查 错别字 排版 内容 交稿 对 老实说 我说真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写这样子的内容 其实是写给自己看的 写给自己看 我们会去检视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之前交往过 我对你好的地方 然后我哪边做得不够好 我会自己反思 然后我也会告诉你说 我为什么想要写这个分手信 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将来我在想要回头的时候 我会看看我当初写这个分手信的时候 我会下定决心 所以我里面的用字 潜词我也很斟酌 对 我真的有时候为了写这分手信 有可能会花一个小时 我就算再怎么罪 我会看好 我就决定要这样子发 再以不伤害人前提为前提 然后我又可以觉得说 我真的表达我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再以不伤害人为前提 因为我一直认为觉得说感情 他都这样伤你了 好来好去 但当我写这东西 是代表下定决心 对 我会把我经历过 我所有内心曾经 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 我曾经没有表达过的一些 那最后那女生是怎么回的 她说嗯 她说你什么都好 那你就是太啰嗦了 真的好 这样很好 真的就这样回 然后说如果你既然都已经下定决限 那我们就分手吧 所以我后来 人家回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中国这个还写同意 我觉得好像那个比话太多 真的喔 就写OK 要比个赞 那我老实说 我后来看到这样子很简短的 我们现在花了七八百个字 你怎样可能回个两三句 我自己后来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当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可是你的这些付出都是没有意义的 一文不值 老实说都不是他要的 那就是一文不值 对 那我们何必去花那么多心思去针对一些一文不值回馈上面 那你当他嫌你啰嗦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其实我知道我自己蛮啰嗦的啦 但但有时候啰嗦 你会看看你的表象的意义是什么 我啰嗦是在于你的跟我之间相处 或许有些东西你不愿意去改变 不愿意去调整 那在我们之间的生活 一定会产生一些摩擦的时候 我就会可能会 我会认为好听是不厌其烦 对他来讲他承受很大的压力 那你会期待他写什么东西给你 让你心情好过吗 当然我们每次在发出送出去那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说他可能会检讨自己 然后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我对你真的是也很付出感情 我为你误会了 我根本没那个意思 你会再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都没有 你要不要赶快过来我家 事情不是太傻人 想那样的感情 真的是还蛮啰嗦的 如果是个女人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你不要再传来 拜托我刚刚骚扰 对对对 其实我感情上面唯一 而不是说唯一 真的做得不好 就是我在男孩子应该要大气 该放下就要放下 而不是这样的婆婆妈妈 我太婆婆妈了 现在还会婆婆妈妈 我必须老子说多少会啦 因为本性难以 他有在调整 那这个预期 如果你是这个男生你会怎么回 其实我觉得我分析这个女生 他的一个 就是他写那么多字 我觉得女生其实应该是比较 情绪性的 他如果真的要分手的话 他就不会跟你讲那么多了 然后他整理了这么多 很多思绪放在这个文字里面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要跟你分手 他只是要跟你开战场而已 开战场 对 就是他这个文章是一个战场 你如果笨笨的加入到里面 你就会被女生就是 就一来一往 对对对 跑不完 然后通常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他又不要分手 然后又要跟你打战 对 他只是可能需要得到你的一些抚慰 就是言语上的 或是一些你的体谅或是认同 对 我觉得他打那么多字 女生让我感觉 那你觉得男生怎么回 会启发这个战场 男生最好就是不要加入这个战场 就是不要回 不要回 对 就是不要回 对 连同意都不要写 我觉得不要 就暂时就是把这件事情先冷静 对 这样女生会更发疯 对啊 他会追到你家去 追杀你 你已经写这么多你还不理我 这种以毒不回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 那如果黄医师是会挖出你的眼睛 有时候我们回很多给女生 是避免我们的人生安全 我后来的顾虑都是这样 避免他做傻事 避免他想 你要 我跟你讲分手是一个艺术 你要平静的分手 你就是要适应他的步调 OK 所以你那个回应 都只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对对对 跟大家好去好散 但我前夫都没回啊 对啊 对啊 好像没有回你啊 等一下是我后来先休息一下